苏氏是初唐大臣苏卫道之后裔 苏氏之名是原以为车前的副手 其其默默无闻却不可或缺之意 苏氏用年承受良好的家教 其父苏荀是古文名家 其母城市曾以东汉名士范 康的世纪勉励其砥利名界 庆历八年1048年 苏荀因富藏居家庇护读书 把自己的学识品行 教授给苏氏与柚子苏哲 苏氏生性放达为人率真 深的道家风范 好教友好美食 创造许多饮食精品 好品名一雅好友山林 家幼元年1056年 苏氏首次出川赴京 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 苏荀带着21岁农历虚岁的苏氏 19岁的苏哲自偏僻的西蜀地区 沿江东夏 瑜伽又二年 1057年 进京应试 当年考试的策论题目是 《行赏忠厚之志论》 苏氏的策论获得当时的主考官 欧阳修和小士官梅姚臣的赏识 苏氏在文中写道 高桃为氏将杀人 高桃曰杀之三 姚曰又之三 哦 梅皆不知此句出处 便将他从第一降至第二 以说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 弟子曾拱所作 为了避嫌 使他指的第二 方榜后 苏氏夜谢 梅姚臣问苏氏此句出处 苏氏回答是三国志孔荣赚著 欧阳修等回去查 没查到 苏氏便说他是去孔荣 想当然之意 欧阳修不禁对苏氏的豪迈极为欣赏 而且预见了苏氏的将来 此人可谓善读书 善用书 他日文章必读不天下 гру蹬荣读坣 微添置 磅